嗨大家好 我是圓圓 今天天氣超好的 那今天台中觀光旅遊局 在我們都會公園舉辦了一場的年度盛事 就是台中自行車嘉年華 希望台中的朋友趕快啦 大家一起騎乘 台中市觀光旅遊局主辦的 2020台中自行車嘉年華 11月8號的單車趣味闖關活動 地點選在台中都會公園舉辦 由觀光旅遊局長林小琦 主任秘書林洪文 帶領參加活動的車友一起鳴槍出發 主辦單位還邀請藝人陳漢典 擔任活動代言人 另外還有活力四射的啦啦隊表演 帶動現場氣氛 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 我們自行車達人陳漢典喔 他是非常優秀的自行車手喔 自己平常就有在騎車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他呢 來我們台中參加我們台中自行車嘉年華活動喔 那今天呢有闖關活動 後面已經看到一大堆的車友在這裡已經 摩拳擦掌越越遇事喔 單車去為闖關活動騎乘路線從台中都會公園出發 經過自行車文化探索館 大雅中科公園 台雅神綠原道 山興山莊跟東海藝術街商圈等景點 最後騎回都會公園 每個景點都設有闖關關卡 讓民眾可以邊騎邊玩 把騎車變得更有趣 連活動代言人陳漢典也相當享受這段旅程 覺得非常開心 而且很興奮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騎自行車 所以我覺得來參加這個活動有點如魚得水 我剛剛在這個還沒開始之前 我就自己在暖身了 然後邊騎我會發自內心的那種 因為我旁邊都沒人 我自己在練習 那我會邊騎邊笑 所以感覺看起來會有點怪怪的 但我是真的很開心 活動當天是假日加上天氣涼爽舒適 吸引許多民眾來參加 台中市觀光旅遊局 希望民眾都能樂在其中 感受台中豐富多元的自然美景 跟城市風貌 玩得開心又健康 記者陳維旭 蕭宥金 台中報導 37公里 全程37公里 重點是我們今天有一個非常可愛的代言人 會跟大家領襲全程